我對於這個新賽制 就是超級分genre 分音樂類型來說 我覺得是新鮮的 但是我們剛才在台下都在想 究竟我們的歌應該是怎樣的分類呢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很多音樂種類 就說那種大同是不要分 無論是indie還是pop 但是反而這次我們就 都好像在學習 就是看下這個分法 其實對我們來說 會不會可以接下來 譬如做音樂的時候 原來可以根據這個音樂類型來去tackle一下 因為我見到R&B的歌曲 數量比較少 那下次可能可以參賽R&B的歌 那得獎的機會就更加大了 我剛才問了幾個歌手 播放的都說R&B R&B嗎 是 那我做Rock 是的 會不會還可以創一些新的 就是另一個類型呢 其實我有想挑戰一下 做創作歌手 唱作歌手 因為我見到他有寫到 其實是作詞的朋友都是可以參賽的 其實我是有填詞的 作曲少一點 但是我剛才見到 好像很多入圍的單位 都是作曲為主 那我覺得其實唱作唱作 作詞其實都是創作一部份 希望可以 下年有多些填詞的部份 都可以入圍或者得獎 我會參賽的 但有做音樂或作曲 Sorry 你和我浸入那些會不會再 說完音樂先 有沒有信心獲獎 有沒有信心獲獎 我希望有 其實我最想是可以唱歌的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 頒獎禮 尤其是Chill Club 這個頒獎禮 近幾年都是以一個音樂會的形式 來玩多過是一個 續首歌 接著就唱歌的 那種頒獎禮 那我 寧願有多些表演 其實我都想嘗試有不同的曲風 我覺得 另類的 alternative的定義 其實是很寬的 可以縮窄一點的 現在好像變成了 alternative跟indy有些撈亂了 OK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